不要再下雨了 不要再下雨了 好了 好了 夠了 混濁泥水不停往家裡灌 雨還在下住在山坡邊的民眾 超級崩潰 太可怕了 全部都堵住了 就算堆了層層沙包 泥水還是流進家裡 打開窗戶 馬路積水更高 馬路 見何流 花蓮玉裡大 魚發生土石流 多處積水 流井民宅 家裡家外通通都是泥 很深耶 過膝蓋嘛 193線道 一整路都是水 根本看不到馬路 車輛通行都要減速慢行 還差一點就掉下 大車都會拋耶 驚險一瞬間 大車差連卡在積水中 玉裡三名往著溪立山林道 也是一樣 雨不停下 誰夾帶土石也狂流 圍牆擋不住滾滾泥水 一名95歲行動不便的居民 以及其他三名住戶 也緊急撤離搬到民宿 康瑞颱風超級凶 帶來豐沛浴室 讓花蓮玉裡泡在水中 居民哭不堪言 TVBS新聞 我們高知鴻 陳鴻毅領生 花蓮報導